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菜味 大家都知道燕麦是一种特别健康的食材 因为它各种营养物质含量非常丰富 但是热量却非常低 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健康减肥食品 所以想要减肥的朋友今天的这道美食可不要错过了 终所周知,燕麦是出量的一种 因此含有着非常丰富的纤维 而且因为食物纤维体积大 所以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减肠食物在场中停留的时间帮助消化 而且因为饱腹感非常强,热量低 所以很多健身秀身的人都很喜欢 我们先往燕麦里面倒入两个鸡蛋 半盒酸奶,两勺黑芝麻 然后把它们充分的搅散开 先放在一旁备用 这会儿我们再来准备一根香蕉 先把香蕉的外皮撕下来 香蕉对于减肥的助力效果惊人 这主要得益于香蕉的两种膳食纤维 香蕉里的膳食纤维分为抗性淀粉和果胶 每100克的香蕉含有22克的碳水化合物 这当中又有2次3克的抗性淀粉 抗性淀粉跟膳食纤维一样难以被消化 所以身体吸收的热量实际并没有那么多 还能增加食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 增强饱腹感降低了进食欲望 而果胶则是一种水溶性纤维 这两种纤维对于减脂的好处包括 增加饱腹感,促进排便 降低仓后血糖,促进肠道易生均生长 除此之外,香蕉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总的来说,不管你是不是需要减肥 香蕉作为营养非常全面的食物 适合于老人,小孩,以及有减肥需要的各种人群 是营养补充能量渗入的优选 我们把香蕉碾压成香蕉泥后倒入燕麦片里边 然后充分的搅散开 彻底的搅拌均匀 这时,我们再往里边加入两勺淀粉 加入淀粉主要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 就搅拌至这样,五干面粉颗粒就行 现在,电饼成预热 我们把调好的燕麦用勺子,一小一小的舀入锅中 先不用急着整理 等全部放好之后,我们再来一个个的整理成饼状 没有电饼成的,可以用不粘锅哦 然后盖上盖子,中小火烙三分钟 现在,打开盖子 把每一个翻一个面 哇,现在香味已经在逐步的散发出来了 好香啊 就烙至这样,两面金黄,看起来酥酥的 而且按压能够明显的感觉有回弹 这样就已经熟透了,可以出锅啦 这样,笛子燕麦饼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是外面酥酥的 里面非常的Q弹油热性,浓浓的香蕉味 伴随着淡淡的酸辣香味,非常的好吃 大家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月封保存好两三天都不会坏 做法还简单,营养又低脂 最重要的是,饱腹感还强 减肥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做减脂餐哦 越吃越瘦,越吃越美 关键是做一次滚三天 而且,就算是给老人和小朋友当领食吃 也是毫无问题的 它的口感非常好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细吃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你也可以关注我 我是阿药,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